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事论坛时间 哇 过去不是说我们好重要要咨询 结果咨询迟到之后就说被剥夺了宪法给予的咨询权 结果现在直接连国事论坛 也就是说立法委员在国事论坛上发表议事三分钟左右 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都要拿掉 所以蓝军的部分已经准备假动来备战 不排除会再使出散会的动议 国民党说废除国事论坛就是关中天的翻版 民党就是不想让在野党有发声的管道 连在立法院发声发言都不行吗 徐宇珍直接酸了 他说民党除了要废国事论坛 还要要求立委到大陆港澳都要报备 甚至还要审议对不对 那干脆修法要求曾经去过大陆港澳酒店的人 都不得担任公职 这样不是更安全 民党人何止是去过酒店而已呢 对不对 民党当然在这工坊里头在野党跟执政党之间 立法院没有像过去八年那么容易 随便碾压你说了算几乎15次的表决是全败 KO的状态 那么当然民党也就很跳脚 非常愤怒 那一直说哎呀违反民主等等的 陈昭之就回答了 请问世界上有什么人 从头到尾一直挨你的骂 然后还要支持你呢 民党喊着说哇民党团痛斥台湾已经被香港化 蓝白狼狈为奸联合卖台 明天这一仗要废除国事论坛 是不是要吞第16拜呢 那么令人发起了一个 哦我的法案被挡了 被过不去 没办法通过了 被封杀了 所以就要喊 我们都是沈柏阳 那参照沈柏阳的提案 再次提出各种的修法 要审议立法委员民意代表 到中港澳等等相关的行程 那台湾人不是第一次对抗独裁者 林一锦讲的 独裁者是谁呢 民主终将战胜独裁 我们都是沈柏阳 那皮皮上讨论的有意思了 大家的形容真的好好玩 说个笑话 在野党有什么办法当独裁者 对啊 行政权决定政策的人不是你吗 约上不是你在用吗 再来 手握行政权力指 在野独裁 绿能实践者也是厉害了 而且沈柏阳变成他们的标杆 大家都是沈柏阳 因为沈柏阳一些在 这个意识上被大家取教的行为 现在反而变成绿营的重中之重 正是不做只剩抹红 是这样的形容词 为什么呢 吴思瑶讽刺黄国昌 居然挡了国安法案 那所以他说黄国昌 已经变成红国昌了啦 从时代力量的黄国昌 到民众党的白国昌 他国民党走很近 变蓝国昌 那进一步就是红国昌 那黄国昌当然回应说 连他都可以被扣红帽子的话 台湾到底还有谁 民党不能够扣红帽子呢 他说啊 黄国昌是被中国香港禁止入境的人 根本进不去 连他都配红帽子 怎么说他是中共同路人 怎么不讲赵天林呢 当然刚刚他当官的 当然讲的是谁 也都心知肚明 你们可以 别人都不行 那馆长笑了 因为民党提的法案里头 有个是金元香港这件事情 听听他怎么说 民众党否决你的法案 因为大家认为你民进党在做秀啊 什么时候你又这么爱香港人了 四年前你选完了 一脚把人家踢开 香港朋友你不要利用了你知道吗 民进党 台湾人都要死了啦 台湾少子化 教育有问题 居住不正义 诈骗犯猖獗 这么多事你不关心啊 香港的议题 这个时候选举才被拿出来吗 军援香港是什么意思 没有人看得懂 而柯文哲在520就职之前 519准备要率众上街头吗 说是要踩进民进党 党部前面来算账 19号在准总统赖清德准备就职前 他说这场集会活动 就在民进党中央党部 要跟民进党政府算账 那么列举即将卸任的总统蔡英文 他跳票的时机 还要高举民众党未来四年的路线 推动改革人民做主 那当然党类人士说法是说 蔡英文上任之后 一直回避民意 连受访都不愿意 745天 那么对比曾经拿下过817万票 受到民意期待 就太讽刺了 那不过这个 现在柯文哲自己也有官司的传声 这个时间点 那再来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刚好也是一个时机 民进党当然拿来攻击跟酸龙 王一川就说 民进党党讲的内容 其实都讲过 在冷气房讲就好了 不用走来街头刷存在感 当然很酸 你不知道我们现在电力随时会跳电吗 还就鼓励大家用冷气房吗 恐怕是你也是搞不太清楚 我们现在实际的状况 这一天桃园台北双北纷纷跳电 那跟我们来看看立法院的攻防 对民进党来讲 8年来从来没有这样识别过 15次的投票全输 全输是一回事 就是你的主张要有道理 如果输你不一定会输 因为老百姓看得懂 结果你们自己要类比到 那个超级没水准的沈柏阳 请问那个法你们有看吗 他说立委跟县市议员 去大陆都要经过行政机关同意 你去问一问民主国家 有哪一个国家有这种法律 你去日本 韩国看就好了 你不用跑去欧洲跟美国 你去跟美国人讲说 你们众议员要去输 要去俄罗斯 要去中国 必须白宫同意 你不觉得很丢脸吗 还说我们都是沈柏阳 你干脆就说 你们自己阉割全力算了 这么低级的法律 然后民进党没有半个人 出来讲话 你就知道那个立院党团的水平 迅速下滑到什么程度 这种法律没有人会提 就只有沈柏阳 这么没水准的人才会提 而且竟然包括县市议员 太夸张了 县市议员能够知道什么 国家机密 而且我们现在不是没有法律 我们现在有国安无法 那也有各式各样的 反射通法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沈柏阳出来讲说 王鸿威你有参加 潜见国造的机密会议 那你这是跟傅坤奇去参访 那你就抓 你就去抓 看王鸿威有没有泄密 他如果泄密 用国安法就可以办 事实上那个访问那么紧凑 谁有时间去谈这个 都把在谈旅游的问题 跟农于产品出口的问题 所以我说你找了一个这么低级 跟实际的政治经验 完全脱节的人 来这边提法案 那本来是个人法案 你现在还要用整个党要来帮他背书 整个党都是沈柏阳 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 怎么会有这种政党这么低级呢 要把立法 立法委员跟县市议员的 去中国大陆访问的权利 审查权交给行政机关 怎么会有这种政党 太可笑了 那民进党 我觉得这个就是民进党的悲哀 就是说 而且他这种行为 坦白讲也跟赖清德不太一致 因为我们看到赖清德 昨天不是去那边演讲 然后说 未来如果是竞选过程中 跟我们不一样的意见 那是好的意见他会采纳 对不对 那如果是不好的就搁置 那如果是可以沟通了 大家就努力协商 我觉得他们通通都在做 租租队友 全部都做租队友 而且本来协商在意识上 是很正常的 是啊 这种谩骂怎么可能 不同的意见 现在民进党立院党团 就是直接扣帽子 连干事长 吴思瑶也来 像泼妇骂街一样 干事长 然后干事长把自己的水平 拉到跟沈柏阳同级 这多丢脸 你是当己任的民意代表 要去类比 陈柏维第二的沈柏阳 沈柏阳对他的类比 就是陈柏维第二 结果你柯建平 吴思瑶都要去类比 这太可笑了吧 然后你们讲的话 都跟赖清德直接打脸 那金德希望能够促进朝野和谐 有一些在野党的好的主张 他愿意纳为他的政策 这个就是为他的520在铺垫 这个是好事 结果我就看到 民进党的中央的脸书的小编 我认为也在打脸 他自己来当主席 因为民进党的脸书的小编 傅宽奇那个时候 带人去大陆的时候 怎么批的 什么语言都出来了 什么舔共 中共同路人一大堆 那我就要问 赖清德不是党主席吗 那请问你的中央党部为什么 讲的东西跟你都不一致吗 那你的立委党团为什么 都演一些猪队友的行为呢 所以赖清德你在这里你就 被人家看破手脚 人家自然的理解就是 你看你就玩两手 你让你的中央党部立委党团 玩最低级下流抹黑的动作 然后你在那边讲什么白道的话 然后让他们扮演最低级的话 你这个要取信于谁 你连我们都过不了关 中国大陆看在眼里是怎么看你 真的有够低级怎么会有这种政党 赖清德请你拐一拐你的中央党部 拐一拐你的立委党团 我们看来真的有点可笑 但是他这样真的会有民意支持吗 我就很好奇 因为你15个案子都被党 那就好像你当初说要质询 可是人家给你时间的时候 你又请假不来 那你给你15个案子 党是什么了不起的案子 觉得要诉诸民意来争取的话 可是又讲不出来所以然 民党现在策略就只是巩固他那40% 他其他的都不想管 不然的话 这是一个很无厘头的事情 就是你明知道你在立法院 人数比人家少 然后那个唯一可能会跑票 帮助你的民众打 你把他骂了狗血淋头 而且都是人生攻击 然后你也不走协商这条路 民进党每一次都说要协商 实际上根本没在协商 他就是在硬干 他每次协商其实都在拖延战术 然后到最后就硬逼着去表决 然后每次表决当然每次输 所以他们到底在干嘛 他们其实就是 他们只想突现一件事 就是你看蓝白一直合作封杀我 白的就是小蓝 他要讲的就只是这个而已 然后他要不断的强化 他的支持者认为说 你看都是蓝白恶斗 恶意的我们民进党提的 所有法案全部不够 年年福国立民的法案都不够 其实这根本就是错了 我在网上看到真的很多 民进党支持者这样讲 你看蓝白故意针对民进党 哪有 实际上黄杰之前就自己讲过 他说他当立委第一次通过 一个什么法案 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 就通过了 那一次为什么蓝白没有打 因为蓝白认为这个是OK的 你提出来的是对国民有益 所以我就让你过了 民进党实际上为什么这么多案子 没被挡下来 其实很简单 因为你乱提通 意识形态 对 你提一大堆意识形态 提一大堆扩张政府权力 去限制民意代表权力的 这种莫名其妙的法案 自我阉割法案 立法院会提这种法案 那不是搞笑吗 民党就是这样提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那沈柏洋这个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人 根本不值一提 这个人在我感觉 就是跟陈柏惟 曹新城 差不多一类的人 就是这不得性而已 那你就好好去当你的黑熊吧 我根本懒得关你 那至于说黄国昌现在 这个吴思耀 我看吴思耀刚才改名叫吴兆瑶 他连黄国昌也都要抹红 我觉得实在太精彩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在台湾只要你不是民进党的 你早晚总有一天 会变成中共同路人 你迟早的事情 只要你不是民进党 你一定变成中共同路人 所以既然早晚都会变成 你现在干脆去当中共同路人 因为对民进党逻辑来讲就是这样 谁只要不同意他 谁就是中共同路人 这什么鬼逻辑 就是你看谁在不断的 在台湾内部不断的分化 就是民进党 就搞这种族群斗争 搞这种意识形态斗争 民进党天然在搞这一套 然后现在突然之间又想起香港 说要津援香港 请问一下你津援香港什么东西 你要津援什么 香港人比我们有钱 你在讲什么 你到底要津援什么 我不知道 然后讲得跟真的一样撑香港 请问一下当民进党 蔡英文继续连任之后 他们反而对所有港人来台 是加强管制 没错 那请问一下你在津援香港什么 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所以对他们来讲 所谓的香港 就是他们政治操作的一个议题而已 有机会拿出来讲一讲 老实说 你们说香港反抗中共 这个我们要全力支持 这个是自由民主 支持的是自由民主 是公平正义 那奇怪 美国大学这么多人在抗议 你们这些决心怎么一声不吭 民进党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些学生不过带了帐篷在那边 坐着讲几句话 就被警察带走了 有的什么都没干 就直接被电极棒电 怎么民进党一声不吭 然后那些 过去这些觉醒青年 都死光了 你们都一声不吭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觉醒青年 根本就是民进党的侧意 这些人只会跟着民进党走 民进党叫他们干嘛就干嘛 这些人就是打手 就是走狗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台湾就是沦落到今天这个样 那至于王毅川 还有一时讲说 什么叫人家在冷气房里头讲 刚潜秋讲得很好 你总要给我个冷气 现在没事就在停电 昨天大安区就停电了 然后永远都是溃线跳脱 台电拜托你可不可以换个新名词 找一个新动物给我 我们除了省电还要保育动物 斯刚当然在立法院 或者议事规则里头 其实形势比人强 互相协商对于想要推动 真的想推动的法案 协商 是正常的 真的很少看到立法委员互相 用谩骂跟酸的 你的竞争 过去的竞争队 对不起 他就是这样 而且登峰造极 现在几乎是人身攻击 到了每一个人都避酸的这样的地步 虽然对胡思雄这一届之后 整个的人设大改变 以前文化立委 在这帮助富佑 然后以富佑 这个守护人为自居 到现在变成什么 骂人极先锋 抹红极先锋 然后只要不合你意 不合民进党的想法 就说你是抹红 就说你是什么小蓝小绿 这些的 就同一个套路了 就同一个套路 我觉得民进党就是 以前的套路走不出来 现在因为每次必输 输了就骂人 因为我也没办法用到人数 举手来得到过去一案通过 过去八年是民进党 想要过什么就过什么 除了男不能变女 不能变男之外 通通都可以 通通可以 只要上面一句话 柯建民一声令下 什么案子 啪啪啪举手就过 碾压在野党 这样就不压巴 这样没有压巴 以前没有压巴 他就说帮台湾做事 以前没有压巴这两个字 以前对他来说 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然后蔡英文对于 民进党的党团表现也不错 我的根本不用说都不用说 因为你根本知道 我在正知道 我正在想什么 按照我的意志去执行 但现在不行了 现在每次15投票必输 我想明天还是必输 后天还是输 会一直输到 这四年一直输下去 你说国事论坛 拿国事论坛开刀 这么莫名其妙 你如果民进党觉得 国事论坛要改革 那你民进党立委 就不要去讲 你把时间长给别人 他们可以弃权放弃 对 放弃 人家是七点半去排队 干你屁事 我不想讲别人可以讲 你不想起这么早 你就不要去 别人想起那么早 七点半去排队 别人的权力 别人讲完 讲完三分钟怎么样 民进党不就污的耳朵不听 后面或是看自己会去骂人家 所以觉得国事论坛 跟你改不改 根本是两码子 两码子是 爱讲的去讲 爱排队 爱着急的去排队 然后你民进党去改他干嘛 这干你民进党什么事吗 你民进党 过去八年 怎么不改国事论坛 你自己的民进党的委员 还不是一踏踏踏 一早去排队 你要爱排队的去排队 然后每次都拿 我最气的 每次都拿香港人当工具 过去四年 过去八年 什么撑香港 反送中都在支持 选完了以后 选完就把它丢掉 所有的香港人 现在很多都失望离开台湾 为什么 身份不好拿 工作不好找 居住不好住 最后算一算 香港的薪水还是比较高 最后还是回去了 所以你帮香港人 在台湾居留权的帮助 你做了什么 没有 很多香港人要投资 都怀疑他是中资 查得还特别轻 还是把他所有的资金查一圈 有一点点中资的 甚至他的亲戚在大陆经商的 或他远亲在大陆的 做一个小官的 都通通不行 很多香港人就失望 就离开了 请问你这样是帮助香港 没有 你说禁援香港什么 禁援香港特区政府 他牵给特区政府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莫名其妙 还没有从过去 抗中保台的逻辑里面 醒过来 所以我觉得赖静德 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你 真的是觉得民众 记性都很差 标准可以永远两套不一样 觉得不可思议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